大早上看到冯少峰工作室发了个声明,这则声明的主要内容是否论冯少峰YP成都女子的事情,网上传闻的聊天截图是P图,冯少峰从未和其他女士发生不正当关系,这是咋回事? 这个事情还是要从昨天晚上说起,有个网友发现有个博主分享的聊天记录有点不对劲,聊天记录是两个闺蜜分享心事,就是这些对话让网友觉得冯少峰有出轨的嫌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